加拿大的隔离酒店是如何从根源上杜绝你挑食的毛病的 首先呀他这个放饭时间非常的洒脱 讲话了有时候早饭10点来午饭11点到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有时候早晨7点就放饭了 但是午饭介乎于下午2点到3点之间 这不是实在饿得呛不住了 打个电话问一问啥时候赏口饭吃 前台态度也是非常好 并且再一次跟我强调饭都是后厨现做的 你可别说话了 上一期你们那个早饭究竟是后厨现做的 还是现兔的 这个事我就不追究了 饭反正是终于来了 对面这哥们一看就是好几顿没吃了 无声的抗议 听哥一句话 在加拿大隔离别跟自个儿过不去 人是铁饭是钢 吃死总比饿死强 割住你身体健康 我给你们看看今天吃点啥 非常宝贵的一瓶饮用水 一盒饭还有一套餐具 我梦浪了 它是一盒生菜和几片鸡胸肉 不是前台我问你一句 你要那个面皮子吗 就这生菜沙拉还用后厨现做 狗拿是刀都会 我怀疑这个前台是每天 隔我这吃冰棍拉冰棍没话 裹不出所料 我说这个沙拉怎么一股子臭味呢 你说你放起司就放吧 还热了一下 隔壁还以为我隔屋里争屎呢 每天好多人问我 就这种隔离餐你是怎么吃得完的 这就是隔离酒店的高明之处 不仅难吃还量少 不仅想吐还让你吃不饱 就好像有人减肥 不是为了帅为了美 他有可能是走道磨大腿 算了我还是清新一下口气吧 嗨酒店不给牙刷无所谓 手指头沾牙膏一吨堆 没关系 看 coordinating contradict 诺